昨天看着克莱文比赛第一次和大家做直播聊天感觉挺有意思的 最后关掉直播时候才发现我和大家唠叨了80多分钟 时间过得可真快 言归正传半决赛名单公布了 我们的孙宇彤顺利挺进长出一口气 关于这份名单可能最大的疑惑点已经不是小黑哥了 而是Kate留的淘汰 事实上我没有第一时间听他的第二轮比赛 贝多芬的110在我印象中应该是他所能驾驭的 但Frank的曲子实在是没太看懂 论技术而言这曲子没有太大的难度 论音乐来说他的音乐性也没有说是那么的艰深 更何况我在看回放的时候 Kate留也弹出了一些小失误 所以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被淘汰了 但实际上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挺为他惋惜的 因为我还是希望听到他更多的演奏 关于半决赛的名单还有一点值得说的就是 韩国的四位选手又一次全员挺进难以置信 但看到过他们演奏的朋友们应该也能理解 确实他们表现得非常不错 我尤其非常的喜欢那位年纪最小的韩国选手 Yun Tan Lim 第二轮弹的简直太棒了 无论是斯科俩宾还是 是贝多芬就技术非常难的贝多芬Aeroic变奏曲 他演奏的都非常自信 就目前来说我认为他是夺冠的最热门的人选 我的天他才18岁 关于小黑哥的情况我就不想再多说了 不然感觉我是有意识的针对性的对他一样 就看他最后能走到哪一步吧 半决赛大家要演奏一场60分钟的独奏和莫扎特的协奏曲 很多朋友纷纷给我留言 为什么孙于彤变成第一个上场演奏 我想这应该是到了半决赛重新抽签之后的顺序 不会存在什么阴谋论之类的 虽然是第一个出场 但和整个比赛第一位出场的感觉应该还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也没必要太过担心 关于孙于彤 因为曲目的原因第二轮比赛的时候 我还真的是非常担心他能否顺利进入半决赛 好在结果是如我们所愿 半决赛的曲目无论是莫扎特写作曲 还是60分钟的独奏曲目 应该都是孙于彤所擅长的 大家这两天都在议论 这两年为什么日本韩国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 包括这次克莱文比赛也是 很想一探究竟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想这不是一两位参加克莱文选手水平的问题 有些问题可能是全方位的吧 近期我会不定时的做个直播和大家一起聊聊天交流一下 也许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孙于彤演奏的时候 我会开个直播 有空的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交流 感谢观看